生同事,此同学是后宫女子梦寐以求的愿望,然而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,女子很少能与皇帝合葬,由于后宫嫔妃众多,真正能与皇帝合葬的也只有皇后拥有这个权利,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皇后都愿意和皇帝合葬,比如重庆皇太后,也就是甄嬛传中的西贵妃甄嬛,历史上的甄嬛出身卑微, 长相也不出色,嫁给雍正后也只是和奴才不多,并不被雍正宠爱,只因她生了个好儿子弘历,也就是创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,她才母平子贵成为清朝最长寿的皇太后。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,她竟然拒绝与雍正皇帝合葬太陵帝宫,那么她为何会这样呢? 她又是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的孝庄太后对于康熙皇帝,可以说是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人,从在顺治皇帝去世后,力保康熙登基,到后来又帮助康熙搬倒搬倒全臣敖拜,平定三藩之乱。 可以说,康熙朝前中期朝局稳定,皇权加强,孝庄太后是有着极为突出贡献的,也正是因为如此,康熙对于自己的祖母孝庄可谓是尊崇有加,康熙二十六年,孝庄太后因病去世。 按照组织,孝庄的灵鹫应该运回到清朝在关外时期的都城圣经,并且将其葬入皇太极的昭灵之中,与皇太极本人及孝端文皇后折折合葬,然而,这样的安排却提前遭到了孝庄太后的反对,太宗文皇帝子公安奉已久,卑不动尊,此时未便合葬。 若别起盈欲,未免劳民动众,就非合葬之意。 我心恋辱父子,不仍远去,务必于尊化安措,我心无憾意。 按照孝庄太后所留下的这份遗言,其不愿葬入昭灵的原因有三点,其一,皇太极是在崇德八年去世。 而与其合葬的折折皇后去世的时间也是在顺治六年,此时昭灵帝宫已经关闭了近四十年,孝庄是不愿意打扰墓中的两人。 况且,皇太极是孝庄太后的丈夫,而哲哲又是孝庄的亲姑姑,皇太极在世时,最得宠的又是她的亲姐姐海兰朱。 所以,孝庄也认为尊卑有别,自觉不配葬入昭灵帝宫,像哲哲皇后那样与皇太极合葬,所以选择了拒绝。 其二,此前孝端文皇后哲哲去世后,就是将其官果从北京运回圣经安葬,路途遥远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。 物力,财力,所以本着节俭的原则,孝庄极不愿意葬在圣经,也不愿意劳师动众,再兴土木修建灵寝。 其三,孝庄说,她与顺治皇帝母子感情深厚,所以只想葬在自己儿子灵寝附近,能够在百年之后再续母子之情。 而实际上,顺治皇帝在世的时候,孝庄与顺治之间的母子关系非常紧张,两人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,孝庄此举也可以看作是两人在九泉之下缓和母子关系。 弥补他们母子而知之间生前遗憾的一种方式,康熙第三十一年出生的纽呼噜是女妃。 出生于满乡黄旗,纽呼噜一族,在满洲人中也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,祖上是康熙王朝四郎将中的厄臂龙的太爷爷,但纽呼噜在齐齐父灵柱一代时,已渐渐丧失了往日的光彩,仅在宫中做了一名理官, 康熙把甄嬛许配给当时还是贝勒的印针做侧妃,当时她才十三岁,因为没有什么背景,长相也没有影视距离那么漂亮,所以她在印龙的家中过得并不受宠,和其他的侍女没什么两样。 然而,甄嬛十九岁时,她的人生开始改变,那时候。 因格利很不幸得了一种瘟疫,在当时医疗水平还不够高的时候,这类病症往往很难治疗,王府里很多人都避而远之,只有甄嬛不怕被感染,还亲手煮了一副药汤,服侍着印龙。 最后,经过母亲的精心照顾,英宁神奇地痊愈了,或许是出于对甄嬛奋不顾身相救的感恩之情,印龙对她的看法大为改观。 没过多久,甄嬛就为印龙怀孕了,康熙五十年,甄嬛成功诞下二子,极为加更。 虽然印龙不喜欢甄嬛的数字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在宫里的身份也开始慢慢上升。 她的人生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,康熙帝死后,由英氏兄弟继承皇位,姬勇皇帝,在雍正皇帝的刺锋中,甄嬛虽然是名妃,但是受她的喜爱,却远不及其他嫔妃,为了避免这一幕再次发生,雍正皇帝暗中将皇位传给了弘历,但是甄嬛却不知道这件事,时光流转,内庭形势变迁,甄嬛在宫中的身份也随之水涨船高, 随着乌拉纳拉皇后,年妃的去世,齐妃的失事,甄嬛逐步走上了内庭的舞台,1735年,雍正去世,弘历登基,乾隆邸登基,甄嬛被封为孝贤太后。 甄嬛是乾隆时期的皇后,她的身份与势力都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处于巅峰状态,扭呼噜当上了太后,她在宫中的人生,从此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,虽然依照惯例, 太后应该是住在慈宁宫里,但是甄嬛觉得这里的气氛很不舒服,出于对生母的同情,乾隆帝命人重建了寿康殿,并将其命名为永康殿,自此,清代太后的住所就以这座宫殿命名, 乾隆皇帝是个孝子,她对扭呼噜夫人可谓是仁至义尽,她不但常在宫里陪着母后吃饭,而且时常邀她到江南游玩。 游览萧下山庄,可见她与她的关系有多亲密,清代至乾隆年间,可谓是富甲一方, 纽呼噜夫人更是锦衣玉食,奢侈无比,每次过生日,乾隆皇帝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,奢侈奢侈,只求能讨得妈妈的欢心。 乾隆六十寿臣时,更是身穿细班子,以歌舞为乐,以表对母的一片深情, 纽呼噜家族的一生,洋溢着一种温暖的亲情,一种民族的光荣。 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还将纽呼噜夫人送到了圆明园中的万寿宫, 那里是她在乾清宫中议室的地方,乾隆帝虽然忙于朝政, 但还能抽出时间来陪自己的母亲,显示出她对母的深厚感情。 纽呼噜是在乾隆皇帝的精心照顾下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快乐,最平静的岁月, 清代最老的太后纽呼噜于光绪四十二年逝世,重年八十六岁, 她的生活经历了清代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, 她的长寿可能是由于她的基因。 而乾隆帝又是清代历史上活得最久的帝王, 纽呼噜还活着的时候掌管太陵帝宫的官员附衡, 曾经对乾隆帝说,要不要为纽呼噜夫人在她死后, 在她死后为她准备后事,按照清代的规矩。 死后的女人一般都要和皇上同葬, 纽呼噜夫人之所以能登上皇位, 固然是由于其子乾隆的缘故, 但也当与雍正同葬, 尽管纽呼噜氏是乾隆帝的圣母, 但在她去世后, 有人提出与雍正帝合葬的提议, 然而,这个提议被纽呼噜氏坚决拒绝了, 她心知合葬将会打扰雍正帝的永远肃静, 于是,她毅然决定独立建造了太东陵, 作为自己的陵墓, 太东陵的规格非常高, 她不仅是纽呼噜氏的陵墓, 更是清朝西陵三大皇后陵之一, 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纽呼噜氏对雍正帝的尊重, 也表现出她对自己独立尊严的坚守, 太东陵的修建成为了一个庞大而宏伟的工程, 她见证了纽呼噜氏的坚韧与决心, 这个陵墓成为了她生平的又一象征, 也是对她坚持原则的最终民政, 在大清国的历史长河中, 纽呼噜皇太后的陵墓抉择, 如同她的一生一样, 坚定而震撼人心, 留下了不朽的记忆, 在历史的大舞台上, 纽呼噜氏的坚韧与拒绝的力量, 不仅在宫廷中闪耀, 也在后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,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, 不论身世如何, 一个人都有权坚守内心的原则, 追求自己的尊严和独立, 她拒绝与雍正帝合葬的决定, 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, 也是对历史的尊重, 在宫廷权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, 她保持了清醒的头脑, 展现出了女性的智慧和勇气, 扭护路式的故事, 如同历史中的一颗明珠, 闪烁着智慧和坚韧的光芒, 她的陵墓,泰东陵, 成为了历史的见证, 见证着一个女性的坚强和决绝, 也见证着她对雍正帝的尊重与回报, 这个陵墓的存在, 不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, 更是一段执着的传奇, 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 扭护路式的故事,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传奇, 更是对我们的启发和反思, 她的坚持和拒绝, 提醒着我们在生活中坚守原则的重要性, 不论面临何种压力和诱惑, 她的故事也反映了历史中, 女性在宫廷中的地位与挣扎, 让我们深思女性权益的发展和历史演变, 在这个真正的甄嬛的故事中, 我们看到了坚忍不拔的力量, 看到了尊严与独立的光辉, 她的一生如同她的灵墓一样, 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篇章中, 成为永恒的记忆。